本节目由全美最佳武士所基督教会的威瑞达斯学校赞助播出 大家好 上一期呢我们说了习近平集权以后能不能进行政治改革 那么在说完以后我发现我遗漏了一两个很重要的点 也就是我一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想到了 每次做完节目啊 我经常发现有一些遗漏啊 每次都有一些遗憾 那后来呢再加上平时对一些比较小的问题 还有一些观众留言的问题 我比较有感触 但是那个长度呢撑不起一起节目 所以呢我就想有没有一个发音频的网站 我可以发上去 因为它的内容嘛也比推特的140个字要多 后来有不少网友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 后来有一个叫前进中国的网站啊 就这个网站 他们很热情 他们说欢迎各种各样的投稿文字的音频的 说只要我把音频发过去 他们就负责编辑成视频 这样也省了我很多事 也在我们自己再开一个频道也非常麻烦 所以我就决定了以后发一些两三分钟的小感慨 或者跟观众朋友们交流一些具体的问题 专门回答问题 我就发一些音频到他们那 首先先感谢他们啊 感谢这些朋友 上席说习近平集权 他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民众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祈祷和期盼之外 并不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呢 来自中共上层的政策转变的信号 既多又密集 每一个都能引起悬然大波 前几天刚刚抨击过私有志 而且不止那个周星成教授 这几天又有一个这大的什么叫 侯若望的教授啊 也在抨击这个私有志 看来这股风潮啊 不只是个人的一种 性之所至的一种学术行为 可能背后有什么人在鼓励 抨击私有志的这个话题 还没有冷却 结果前几天国务院在一个傍晚 突然发了一个文件 说要扫黑除恶 顿时又引起海外舆论的轩然大波 那么一时间 人们就纷纷把它跟那个 打击基层的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 没有背景的企业家 以及财政危机 人们都把它列了出来 那么这两天我也在关注这个话题 我注意到这个中共的政策 它经常有一些台面上的理由 和台面下的理由 而且呢 每个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几个合力的结果 所以今天呢 我就全面的梳理一下 顺便讲一讲这个中国严打的历史和背景 以及这次这个严打或者扫黑除恶 它有一些令人蹊跷的地方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中国有几次严打 以及严打这个概念 首先是于1983年中国开始的第一次严打 严打这个概念也是从那开始的 那么另外两次严打呢 一个是1996年 第三次是在1999年的网上追逃 到2000年到2002年的严打 网上打拐 打黑除恶 打击经济犯罪 打击两抢 2003年的征脱命案的 这是三次 就是文革结束以来 中国开展的比较重大的全国范围的严打 那么这个可能算是第四次 第一次严打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最深的 因为他的打击面最宽 手段最狠 最目无法计 最曹奸人命 很多夸张的案例都是从那儿广微流传 比如说看女人洗澡被判死刑 或者当众搂抱一个女人或者亲吻 被判无期徒刑 然后因为当地呢 这个死刑的名额他没满 最后这个人又被加刑 加成了死刑 立即枪决 又比如开什么家庭舞会 被判流氓罪死刑 甚至有一个很夸张的 是一个女子在一个逃犯 逃亡的过程当中 跟他发生了性关系 结果也被判刑 理由是他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那么因为83年这个严打 他对很多罪行都是从宽定罪 从众量刑 他的依据是中共中央1983年31号文件 对流氓团伙分子要一网打尽 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 可以说这样的文件啊 那个用词都是傻气腾腾 在民间呢 流传了一些这次严打的一些起因 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起因啊 这些案件当时影响都比较大 比如说1983年2月份 东北二王事件 王宗坊和王宗伟兄弟 持枪连杀数十人 举国震惊 5月份呢 又有哲长人结民航客机 逃往韩国的案件 后来又有北京北海公园事件 上海控江路打砸抢流氓事件 在1978年 中国的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 立案了53万起 到1981年就穿升到90万起 到1983年就一百多万起 上升速度非常之快 1983年前五个月 全中国的杀人 强奸 爆炸 重大盗窃等重大恶行刑事案件 就有两万五千多起 重大刑事案件 有五万六千多起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中共准确的说是 邓小平领导的最高决特层 就决定开始严打 那么当时的公安部长 叫刘富之 他也是当时的严打总指挥 这个人经历很传奇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 他是生于广东 那么他小时候呢 少年时候 在香港的时候啊 因为当时一九三几年 为了抗日救国 他就主动投奔 太行山的八路军根据地 那么在38年的时候 他就是抗日根据地的 除监队的干部 就是铲除内监的保卫局的干部 他也曾经是包括啊 朱德在那三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也就是他在后来 他具体领导的83年的严打中 枪毙掉了朱德的孙子 他是他为什么这个人 经历比较传奇 比较有名呢 他是在八路军当中 当时政治保卫系统 比较早发明了 刑讯逼供的人 当时他们就采取了一些吊飞机啊 什么把人吊在房梁上 大拇指着地 脚大拇指着地 那样的刑讯逼供的方法 或者说他在那整个一段时期 他显得比较忠心耿耿 而且比较敢于下狠手 这一点可能给当时人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呢 他也是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 他也顾忌重演 反正一贯的刑讯逼供 整人非常厉害 当然整人者 别人也想整他 然后在公安部 当时有个副部长自杀了 结果别人写信检举是他杀的 结果他就被关了16个月的单人牢房 不许洗澡 不许换衣服 不许说话 不许关灯睡觉 最后他出现了神经衰弱和幻听 到1975年呢 不得以出狱治疗 可以说他本人 也是保长了酷刑的折磨 也有点像莱俊臣 不过他最后运气比较好 不但没有死掉 而且83年呢 他居然又变成了第五任公安部长 这个我也不清楚 他这种官员任用的逻辑是什么 但是因为他对以前的刑讯逼供的案件 他的记忆比较深刻 所以他对83年那种政治性严打 一开始他是比较犹豫的 但是呢 中央领导啊 也就是邓小平 1983年7月19号 找他谈话 说你这么犹豫啊 这么不敢下手 这个运动还怎么搞得起来 他说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 要严厉打击啊 要从重从严从快 就打击犯罪就是加强党的专政力量 严打就是专政 所以后面呢 刘不知也没有办法啊 他就以这句严打就是专政 作为上方保健来安慰自己 后来这句话据说啊 长期挂在公安部的网站上 一直到2000年以后 那么这句话也可以算作是 中共最高层对治理国家方式的一种认定 就是专政就是严打 专政就不需要法治 这个后来或者说是贯穿他们始终 那这句话也可以看出邓小平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遇到麻烦事 或者真的只是因为表面的原因 就是遇到这些社会治安案件 他不会想办法去求诉诸于规则 诉诸于法律精确打击 他只要求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去镇压 我想如果当时这句话就曝光 或者被人们广为周知的话 也许89年的时候 人们就不会怀疑他动手的决心 所以在这种历史观呢 我可以看出这家政权机器啊 它的底线和原则是什么 可以说这个八三严打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 不管是这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都有人反对 都有人质疑 并且发出理性的声音 比如说有的公安系统的干部就说 在三重之外 能不能加上一个精确打击 但是邓耀平或者中共最高层就否定了 说你要精确打击 那这个 怎么还能搞得起这个运动呢 他们还说 对这个办案是要有证据 但不一定要有全面的证据 你有个基本的证据 大概定个姓 这个人是个罪犯就行了 然后呢 你就给他加重刑法 快速处理 可以说 不管是体制内外的 还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还是法律从业人士 他们所有理性的声音 就是压不过这个最高领导的一句话 这也就是非民主制度 最妖民的一条 可以说 是对非民主制度的一票否决权 而有人说这里有民族性的原因 我承认这确实是有民族性的原因 中国人啊 或者整个东亚人 在性格上比较急躁 比较容易走极端 比较容易杀人 杀红眼 不管不顾 所以东亚战争一般比较惨烈 像这种容易走极端的民族性呢 比较容易出发展专制 而且不容易发展出科学体系 因为科学体系 它讲究的就是精确 讲究真实 讲究理性 但是我们看到 同样是东亚人 也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发生严打这样的事 这样的最高领导人的性格 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命令 无理的命令可以畅行无阻 最根本的还只能是归这于这个体制原因 那么1996年那个严打的背景呢 表面上的由头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中央民革主席李佩瑶 他也是中国的开国副主席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李继生的儿子 他在96年2月份被他的警卫员张金龙 张金龙在他家行窃的时候被他发现 后来把他杀害了 那么因为这件事 当时的中国的武警部队总司令 副司令 副政委 副参谋长 全部被就地免职 还有北京市武警的政委全部就地免职 全国武警的政委降级调任兰州军区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在那时候一个身份不一样的人 他遭遇一个刑事犯罪 跟普通平民有多么大的区别 这么多大官因为他一个人全部免职 从以往三次的严打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和背景 就是就业困难经济萧条 83年那一次严打的背景是 七八年文革结束 大批的知青返程 造成这个失业率突然的高起 而大家年轻人嘛 热血青春找不到工作 就开始在社会上各种各样声势 那么96年的背景呢 是当时93年开启的国企改革 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 到了97年这个下岗到达了高峰 97年一直到2003年之间 中国的经济都处于非常低迷的阶段 当时呢是在这个国企改革的阵痛到 房地产全面炒作形成新的经济浪潮之前的这段时间 不但有大批的失业 而且整个通货都开始紧缩 但是今年的2018年这一次 2017年的GDP增长是6.9% 好像表面上还是欣欣向荣 社会上也并没有特别恶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如果说有的话 这几年的恶性的案件就是像杨改兰 还有若干的和警民对抗事件 小贩和城管对抗事件 城市中产与司法不透明的对抗事件 所以这次可以说他的背景 并没有说乡村一级的村匪恶霸 在全社会造成了影响 也没有其他的恶性刑事案件 反而是官民之间的对抗比较多 但是他突然出台了这个 可以说让体制内外的人都觉得比较恶然 都觉得好像是在学习以前的套路 所谓不一样的年份同样的味道 首先我们来看官方的解释 这次扫黑除恶他是为了什么 人民日报旗下的微博侠客岛他就解释 这次打黑除恶是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 和基层的反腐败拍营结合起来 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把锋芒对准群众反应最强烈 生无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但其实现在群众反应最强烈的违法犯罪势力 不就是贪官和承管吗 那侠客岛还说事情并非没有先兆 在1月13号结束的19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 公报中有一条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 打击保护伞 但是这个也了无新意 因为所有的黑恶势力都是保护伞 这两天呢 新闻上又说好像是周永康 说让黑社会照顾儿子 让他就做黑社会的保护伞 就是给人一种好像是体制内啊 实在是找不着什么特别重大的理由 就把周永康再翻出来 好像他们正在收藏瓜度的找理由 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我细想了一下呢 我觉得这件事有表面上的两个理由 和背后的三个理由 表面上的理由之一呢 就是他们说的反腐拍营和脱贫攻坚相结合 就是如果你要说杨改兰事件 他跟那个村匪鹅霸也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当地的村干部他可以决定扶贫款的去向 那么杨改兰他好像是少分到了一些扶贫款 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一定程度的扭曲 那么在中国的农村像村干部 移仗家族势力啊 成为村匪恶霸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大家都听过中国政坛的一个顺口溜 说村干部是打出来的 县乡干部是喝出来的 城市干部是买出来的 中央干部是生出来的 那在农村呢 可能就是谁的家族势力大 谁比较能够说了算 至于说操纵选举啊 收买村民啊 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 那像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一个干部 说横行于基层组织的村霸有四大特征 乱政 抗法 霸财 行凶 并且官方呢 还举了一大堆村匪恶霸的例子 比如说江西的原人大代表 什么纠结同族兄弟称霸一方 干扰选举 寻行滋事 还有广西某村支书 他因为他老婆在交通事故丧生 当着交警的面 他就要纠结人去活埋这个司机 什么河南省的村支书 在农村的民生工程上 收钱咽过拔毛 河北的什么村主任 黑恶势力团伙了 什么红白喜事要求村民上供 还有什么广州的村霸 什么调戏妇女等等 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能够构成 现在发起上全国范围内的 这个扫黑除恶的这个运动呢 所以我想他官方有背后的理由 就比如说2016年 广东乌坎村的林祖兰 他就领导村民 抵抗那个强差 那么他最后是被以受贿罪的名义抓捕 还有一个官方没说的理由 原因是他孙子被扣留 当人质 迫使他认罪 那么像最近去北京驱逐地段人口事件中 有村民组织抗议游行上街 保护化庸 那么引起了颇大的声势 这个在官方眼中是不是村匪鹅吧 所以现在 有人说现在高层反腐权力斗争 基本要高一段落 虽然我们看到其实也没高一段落 军队还在不停的抓 剩下还有一长串名单 那不管怎么说表面上 习近平的权力是稳固了 那么他现在是不是要把这种控制力和权力 真正深入到乡村 很多学者以前在中国鼓吹乡村自治 恢复民国的乡绅自治传统 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实行 这个最高权力就要打破底层的 这种自治的格局了 表面的官方理由之二 就是可能经济原因为主 比如说2015年 有一个上海大学的博士生叫王磊光 他曾经在寒假回湖北的大别山区 他的所见所闻 回家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个日记 网上叫一个博士的回乡日记 在中国媒体上引发轰动 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一个词 农村空心化 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 留守女人 田地荒芜 百叶萧条 应该说是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于是19大和后面经济工作会议 都把乡村振兴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做出了明确的批示 就是坚持党管农村 坚持农业优先发展 农民主体地位 乡村全面振兴 并且对农村土地的承包机制 有了新的规定 三级承包期限等等 另一方面 吸引投资 大力把城市的过剩的建设资金 引向农村 大力发展田园综合体 文旅产业 文创产业 综合的这种农业创新产业 健康养老等等 可能 这个中央决策 中共高层 也注意到了 中国的经济处于一个拐点 或者说已经是 在创新浪潮结束以后 又出到了一个 可能马上要急速下坠的阶段 大城市经济 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口了 所以一方面遣返 大量的中低产业人口 回乡创业 那这批人 给农村带来了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他要振兴乡村 是靠城市的 现在的大的集团的既有资金 这一方面 我想中央也不能容忍农村的 现有利益格局的低头蛇 去形成一个基盘 或者是吃掉这部分大头的利益 他要直接一个拳头砸到底 把他们先都砸碎 然后他们的资金进入 才可以吃到这个大蛋糕 背后桌下理由呢 我想还是有那么几个 一个是财政压力 就中国现在地方债 还是中央债都很严重 以前我们的网上段子笑称 某某某富豪多少多少亿 还比不上中国的一个村支出 那么假设一个村子 他的那种贪污或者家族势力的钱 有一个亿 那全国有两万六千个自然村 那加起来就两万六千亿 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打个折 再打折 那可能也有七八千亿 薄熙来搞重庆打黑 他一共可能搜刮了一千亿左右 如果习近平搞一个超大好的薄熙来 可能能捞到七八千亿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另外呢 现在经济不振 那么就给全面维稳带来了压力 所以中共高层显然是在提前布局 这就跟在城市里驱逐低端人口一样 城市不让呆 农村不让乱 我想这就是他们的思路 因为最近一两年 中共可能感觉到这个 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 都有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 海外郭文贵是一年多了 爆料风暴 并且还在持续发酵中 国内呢 是岌岌可危的经济 实业的乡民 上防的老兵 不安分的知识分子 忐忑不安的民营企业家 几股不稳定力量 可以说已经凑齐 干柴都已经架上 就缺一把火了 我想这引起了中共高层的警觉 所以平平动作提前布局 如果这么一看的话 确实是有人在习近平背后 在下一盘大棋 只不过呢 现在这个棋手看来水平不太高 升班硬套的痕迹特别明显 既没有这个舆论的铺垫 也没有政策的探讨 给人一种非常突兀的 刻意模仿的感觉 我想这一方面呢 可能是高层确实是 他在升班硬套前人的经验 另一方面呢 可能也是危机到了一个阶段 明治已经开启到一个阶段 他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铺垫 怎么样去忽悠这个民众 所以他干脆什么也不说 我就直接干了 其实说到这个权力向基层扩展 这是历代 从秦朝开始 中央集权的一个标志性动作 秦朝改分封制为郡县制 就是为了防止以前的六国的旧势力 在原地再次兴起 并且秦始皇还把六国的旧贵族 迁到咸阳附近居住 现在高层反腐权力斗争 那么打虎拍营 现在向拍营一端发展 也是有一种控制基层的作用 那么农村空心化前面说了 加上经济不振 人心涣散 给各路豪强了 他留下了一定空间 中央不允许有这个空间 可以说从这个大秦帝国电视剧开始 中共就开始正式向秦朝学习 疲民若民 强国强军 穷兵独武 大国崛起的道路 我想这个王岐山是陕西人 习近平也在陕西插队 所以他们的青少年时期 又是文革的岁月 所以我估计他们这种 私下的讨论不会少 就是觉得还是清朝的道路 适合中国 此外呢 中国全社会也弥漫着 期盼强国雄起的这种思潮 所以现实的执政思路向秦朝靠拢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或者说向二战之后的德国靠拢 这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忧的 那现在还有一种声音 就是把习近平和东西汉中间的王莽政权做比较 认为这个王莽形象不错 他也是道德楷模 但是呢 他是有理想主义者 他为了解决西汉的这个土地兼并豪强四起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首先篡夺捍卫 然后恢复景田制 想要把土地平分一下 恢复古制 那最近呢 中共也出台了很多关于农村土地 集体土地的这些文件 关中国的土地问题 我一直没时间说 找个机会专门说一说 那这次扫黑除恶 一下就引起全社会的警觉 那官方他也不是不知道 所以他在官方媒体上 也进行了一些解释 就是侠子岛也宣称 现在呢 打黑除恶 一是要根据法制 以审判为中心 什么刑事诉讼制度 切实把好证据官 严禁刑讯逼供 确保把每一件案件办成铁案 另外注意保护人权 还说习近平也反对 不期待在重庆的这个唱红打黑 那这些道理呢 听上去都是很动听啊 也没什么错 也挺有道理啊 滴水不漏 但是不要忘了啊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他是说过再三强调 不搞排场 不搞铺张浪费 不搞迎来送往 不搞封路 言犹在尔 但是大家看到啊 这几年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出行的排场那是越来越大 特别19大以后到达顶峰 七场委会上海的时候啊 把整个路 高速路 火车站 沿街的楼全部封掉 全部放假 那还有比如说一直认为学习毛泽东的习近平怎么会突然让蔡奇去搞清理低端人口呢 所以这也让大家大叠眼睛 所以说的好听不一定代表真的能做到 可以说中国的政策啊 任何政策都有表面堂皇的理由 但是如果没有民众真正的参与决策参与到全过程 任何最高尚理由的运动最后都会变成同志阶级的工具 所以我想不管习近平他背后的棋手啊 他是出于理想主义啊 还是现实的无奈 总之呢 要刻意反骨呢 像当年往往搞了一年的新政 就被汉朝的就是边缘宗室力量 也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啊 联合 那要被打掉的土豪啊 就联合起来就推翻了 时间非常短 当然现在的中国的政策也不可能跟以前完全一样 结果也不会完全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要搞全社会的颠覆性的倒退式的改革呢 遇到的阻力可能比当年还要大 那么假如是不幸成功了的话 那么对社会全面管控成功最终的 那个终极顶点 可能也就是朝鲜 这两个结果都非常不妙 所以想想呢 也是觉得挺悲哀的啊 毕竟现在都已经2018年了 你说从上到下 难道不知道 打黑除了这个口号不合时宜 或者说再提严打 已经完全脱离于时代 有备于法治精神吗 当然不是了 体制内外 我前面就说过 83年都 人们都知道这个不合时 何况现在呢 但是就是没有人敢说一个字了 现在 在2012年的时候 我说过 我就听说过共产党内部要搞 纯洁化运动 但是这个口号呢 当时可能因为太刺激 没有提出来 但实际上走的路呢 这几年就是这条路 先从党内高层开始 以反腐的名义搞掉 再塑造权威 最后威权下移 不得妄议 所以到最后 不管中央再提什么政策 都没有人能挡得住 没有人敢去阻挡 所以到最后 即使中国再出台 多么荒谬的政策 再犯多大的错误 恐怕都没有一个人 再敢说话 这是一种真正的悲哀 这也是极权体制 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方 我们可能正在目睹一盘棋局 把所有的中国人 把中国整个中华文明 都再次推进历史的漩涡里 不能自拔 最后这个棋局当中 包括作举者 无人能够幸免 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呢 毕竟还是口号刚刚提出来 至于能实行到什么程度 大家谁都不知道 只能是走着看 那至于说到中国 国内人对这个的看法 可以说大部分还没有看法 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家可能心里 一方面是不了解 一方面也觉得有一些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个政策 会不会像熊安新区一样 悬在空中 都没有人再提 如果上面的几条动机成立 那么中国这下面历史竞争 是不是像作举者设计的那样 还是说能够打破这个 百年的千年的漩涡的棋局 就要看现在这批 整体中国人的素质 还有看他们的运气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上的信息 给我们的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Link 和邮箱 您可以通过PayPal直接转账 右边是我们的微信 打赏二维码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